6號傍晚彰化張美路上 男子帶著兩名小孩就走在路中央 整個車道他們三個人就佔據了一半 一旁的計程車想要通過都沒有辦法 所有車輛只能跟在他們三個人的屁股後面走 畫面PO上網 網友直呼實在太危險了 只說馬路是他家的媽 但先留住批評 再看一次 三人想要走在這條路上障礙重重 現時遇到休旅車違規停在 禁止臨時停車區 再往前走 路邊店家不是外推座店面 就是擺上桌椅 根本不能走 而路間也全都是違規停車 新人想要走過這條路 確實有困難 回到現場來看 這條路是兩線道雙向通行 路本來就不寬 卻商家淋漓 排天路邊還是停滿車輛 新人走過 這裡是不友善空間 警方只能加強取締 希望還給新人行走的空間 別再像這樣 讓人走在 路中央 記者陳孟輝 趙華報導